不管是一個國際體系或者國家體系 它通常是正負兩元並存 只是說它是動態的 所以你會發現有時候忽冷忽熱 就在調節 所以這個是一個常態 就是要取得一種平衡 過去這半年前我們看到 中美之間對立相當的緊張 但是過去一兩個月來 你看到美國跟中國的關係也變好了 日本也變好了 韓國跟中國關係也變好 東南亞也是 所以你在這樣一個氣氛圍裡面 你如果不動的話 你是違反這個潮流 所以這樣的調整是動態調整是對的 那當然不管蔡英文也好 或賴清德也好 她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自己主權獨立這個現狀是沒有改變的 可是你在對外關係 包括說法上是要調整的 最清楚就是說我上網查了很多 北京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批判這句話 就顯然就是說 北京基本上應該是歡迎這個說法 所以